台湾的一家酒店里,刘德文把书包里的骨灰盒拿出来,小心地放在一张床上,深深地聚了一宫。 今晚,他要和这个骨灰盒共住一间。 过去的17年里,刘德文从台湾到大陆,背回了200多位老兵的骨灰,江苏南京。 今年52岁的罗云,他的舅舅李荣华是一位台湾老兵,1934年5月29日出生。 李荣华离开家乡时,仅仅只有15岁。 1949年4月,因为历史原因迫不得已去了台湾。 没有人想到这一分别,竟是永别。 在台湾生活了将近40年的李荣华,在1988年3月去世了,吃饭的时候,李荣华的父母的桌子上,始终留了一副网筷给儿子。 每年的春节,中秋,端午,父母都会趴在眉边空。 李荣华在台湾不曾结婚,无儿无女,父母临死前对儿子念念不忘,特意叮嘱李荣华的二弟和四个妹妹,一定要找到他们的大哥。 李荣华走掉的70年里,仅仅一直都在想办法找他。 1988年,被批准可以返回大陆寻亲时,突然得兵去世了。 家人在得知这个消息后,更加坚定地要把李荣华带回家。 几十年过去了,罗云一无所获。 直到2018年,他在网上看见了刘德温里长的事迹,于是便联系了刘里长寻找自己的舅舅。 台湾高雄,刘德温正在巨树,这是一位90岁的老兵拜托他砍的,因为年纪大了,老人活动不方便,平时,他们有事都是找刘德温帮忙。 2001年,刘德温担任了高雄市左营区祥河里的里长。 他所在的社区,是一个高龄化老兵居住的地方。 从他当里长开始,大约有1800位单身独居的老兵,现在只剩下了不到50位。 其中,最年轻的已经90岁,最年长的也有102岁了。 最初,热心的老刘参加社区义工组织,为行动不便的老兵们提供帮助。 相处中,老兵们和他产生了深厚的感情,后来,偶然发生了一件事,让他走上了灵魂百度的道路。 2003年春天,一位老兵提着两瓶高粱酒,走进了老刘的办公室。 老兵请老刘去他房间坐坐,几口酒下肚,老人壮着胆。 老刘去世后,老刘按照老人的嘱托,把他的骨灰带回了湖南老家。 之后,就有越来越多的老兵委托老刘。 老刘的事迹上了台湾的媒体报道,渐渐地也被内地的一些人知道了。 老兵的亲人纷纷写信给他,把希望寻找的亲人的信息带给老刘。 每次拆开这样的信件时,老刘都很感动,他一直积极地和老兵亲人们联系,请他们放心,他一定会去寻找的。 2018年8月,罗云见到了老刘。 为了帮助李荣华回家,老刘六次往返于高雄、台北之间,查找李荣华的信息。 当时,扎鼠能提供的信息就只有一个名字,在台湾老兵里,叫李荣华的就有一百多位。 因为六七十年代,去世的大部分都是土葬,然后摆在寺庙里,拥有十几年寻找老兵经验的老刘。 在台北的寺庙里,一家一家的寻找,包括在一些领古楼,老兵的管理单位,老刘也都去打听过李荣华的消息。 最后,在新本市国君师范公墓中,找到了老兵李荣华的墓碑。 老刘对老兵非常敬重,为了让他的骨灰舒舒服服地回到家乡,他订了间双人房,自己睡一张床,长者睡一张床。 从一月到现在,他已经送了九位老兵回家,他的护照上都是密密麻麻的盖章。 今天,他要去南京送李荣华回家。 下个礼拜,他还得去内蒙古送一位老兵。 坐飞机时,老刘也会给老兵定个位置,让他们舒舒服服地回家,飞机抵达南京。 老刘一出来,就被李荣华的家属们怀绕在中央,他把坛子交给弃不成胜的李荣华大妹。 李荣华的大妹一度要下跪,被老刘迅速扶住,家属们不停地鞠躬直线。 老刘反过来安慰家属,回家是一种喜事,大家都要开开心心的。 南京的功德原理,罗云对着大家念锥道词。 台湾今日魂归故族,他的一生坎坷稀荡的,但也是两岸关系的一个缩影。 两岸一家亲,一母同胞同根同源,但愿从今往后相仇不再是一万千几岁的海峡, 也愿我的舅舅能在此永远安息。 2019年,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,网易新闻特别推出了系列短视频纪录片《我所热爱的生活》, 记录了一批小人物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,真实的生活状态和命运。 灵魂版度人刘德文,为了全身心投入到服务老兵的工作中,辞去了银行的高薪工作。 十几年来,从不收费,坚持送一些老兵回家,时代的洪流冲散了千千万万个家庭, 却怎么也冲不散那份血浓于水的心情。 这里是普通人实录,记录普通人不普通的生活,感谢您的关注。